新竹市警破获一起假投资诈骗案 有民众报警表示 家人近日频繁领款汇款 移遭诈骗集团诈骗 后续还要再交付90万 警方了解后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待嫌犯取款时将人压制 该起破案新闻也被以短篇小说的方式 实况转播改人的第一现场 小编形容范贤卓一身笔挺的西装 但衣服上的缝线不难看出是廉价货 向被害人拿到90万后 就三步并二步的走了出来 抓四名派出所远警全数铺上 以现刑犯的名义将范贤逮捕上铐 宛如小说的情节 网友也随着小编的文字描述身力其境 日前借货民众到所报案 称家人近日频繁领汇款 遗招诈骗而求助警方 竟与被害民众深谈并附和别人 托心耐心劝戒 切刃七招诈骗后 被害民众配合警方与车手周旋 将计就计 在面交时 当场买货假冒投资公司专员 前来驱款去犯行 征讯后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